我先動議擱置 那我們又先處理 李光達議員動議擱置 122萬3千4百 國外旅費 預算 有沒有覆益 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擱置 針對35頁預算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 通過 36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通過 以上環保局預算審查完畢 謝謝各位議員 我們下一個請交通局 有猶豫 在 onder著 你說 沒有 剛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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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交通局的预算书是在第十册 第十册 交通局的预算包含二级机关捷运工程处以及交通事件裁决处两个二级机关 那我们先从交通局的局本部预算开始审查 请各位翻到第十册 第十册的 十之零一之三十二页 十之零一之三十二页 我们交通局第一笔预算是一般行政行政管理预算金额是一亿一千三百六十一一万六千元 額次三十二到三十六页总共有五页我们从三十二页开始审查 请问三十三十二页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没有过三十三十四页有没有意见过三十五页请问有没有意见过三十六页请问有没有意见过 接下来是交通管理工作 预算金额是十五一一千三百四十一万三千元 額次三十七到五十一页总共有十五页我们从三十七页开始审查 三十七页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过三十八页有没有意见 黄婉如议员 这个交通中心通讯数据线路费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交控中心 这个那个路口路段的那个现场路设设备收到的资讯要传回交控中心 来计算这个这个旅行时间那用塞的问题 这每一年都要编吗 每年都要编的是 包括它那个ADSL等等这些线路 那是经常性都要编的 这是维持维护费用或者是 它是通讯费 要交给电信公司的通讯费 那它的作用有哪些呢 主要是说我们这个二级变成三级 那个在路口把那个所有的信息传回到交控中心 然后做自动 就电脑计算自动控制 准不准 准 你怎么知道准 那是我请科长 回答准一个是比较快 第一个我们现在三千多组的耗制 我们大概有大概四成的左右 都要跟耗控中心有连线 譬如说我们侦测到的车流的秒 这边车流比较拥舍 我们会请中心直接下秒数 调整秒数 这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在路上 你有看到很多CMS 这还有一些ETAT设备 这都是侦测车流 把这些即时的车流状况 透过这种无线传输的方式 就是传回中心 让我们了解目前包括CCTV 让他了解车况的那个状况 那他主要就是透过无线传租 跟ADS 那这笔费用就是主要 那我请问你喔 那如果 如果侦测到这个交通流量太大 你们有什么应变措施 第一个我们现在交通中心 有侦测到流量很大 第一个我们会透过 透过那个事件反映 下CMS通知道路上的用户人 第二个我们假如真的就是 要调整秒数 我们直接会调整秒数 到第三个我们会通报警方 警察巡逻的警员 警员到现场 那这样子就不对啦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这两千万早就编了 就不会有这个什么 那个交通阻塞啊 对不对 交通阻塞等等的这个状况 也不需要交通警察 因为 我们也不会从台北那个什么 建国高架桥上那个高速公路 然后到桃园二十五分钟 结果就为了爬那个桥 下春日路 走了四十五分钟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交通量太大的时候呢 即便是耗制 有没有办法控制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技术 尽量让它能够调整 那你刚刚还讲准 这是很准啊 只是说改善方式有的时候 量体太大 我问你嘛 从高速公路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建国南北下来上来 下到楼梁二十五分钟 然后再爬两分钟 这边跟一桌报告一下 现在这个春日庸塞问题 其实我们都透过了 十字的重整 把那个耗制续尽 好 黄婉如议员主张搁置 两千万交控中心通讯数据 陷入费用 有没有呼应 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 各自 三十八月有没有其他意见 陈美美议员 谢谢主席好 局长很喜欢就交于 那个有关于零二五一五的办费 桃园市主要道路交通特性的调查工作 这四百万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是在我们的市区内的主要干道 吃要干道的路口 我们针对它的交通流量的转向 量体的大小 转向交通的多少 直走左转右转 这量体的部分做调查 那是作为耗制的 实质实相控制的依据 那是必要的一个费用 那往年的部分有持续在调查吗 是 每年都有 因为 因为有民众也一直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这几年这个文中路 从那个荣安就是荣安街的部分 到荣寿街这个部分 那个就是红绿灯比较没有连贯性 它常常现在这边 变成跟省道一样都非常的塞 我是希望说这个后续的部分 能够把这个耗制的部分 能够来做一个 是 我们会尽量做 但是有时候塞车 耗制不是完全能够解决 塞车的问题 塞车问题原因很多种 但是透过这种高科技的无线传输 能够尽量让实质实相 或者红绿灯的实质实相 尽量调整到合理 这是我们要透过这个技术的原因在这边 不是说红绿灯有无线传输 它就不塞车 因为塞车有很多原因的 因为它现在变成说 尤其要往文心路这一段 它中间有两个 就是两个红绿灯 但是整个路线的规划当中 是不是在上下班的时候 能够来做文中文的部分 我们在右边有树立一个指示 说即使它红绿灯要上高速公路这个方向 依然可以右转 但是很多用路人 他会往前面看 他不会往旁边看 本期正式提出说 是不是说在我们红绿灯的耗制上面 这一个右转的专用耗制至今 至今都还没有去增加这样的一个设施 我不晓得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 这个请教工长 是不是有什么专家的考量或建议说不宜 我想技术上应该是没有困难的 在教工 第一个我们后来经过一座建议 我们在那个前方路口的右手车 有加一个牌面 提醒道路 我知道 这个牌面已经更动了两次 稍微再加大 其实效果还是没有显现 如果说可以的话 既然有这样的预算 为了交通的顺畅 我想这个我们会后马上来做 好不好 谢谢局长 林正峰议员 你们在委办会里面有三个项目 我请教你 这一次龟山振兴路 万岁路常驟路口的交通规划案 是哪个业务 龟山振兴路 万岁路 那个路口改善是哪个业务 应该是第二项吧 你说那个是 2013年的规划案 2013年规划到现在才做 对 因为刚好配合 也是属于第二项吧 是不是 因为交通管制 扩充建制 还是两个案 不一样 那是2013年的计划案 好 你们当初委托规划的时候 他的报告你们没有去审核吗 报告有 有 省了为什么 一改了以后全部塞车 现在改回来就不会塞车 是 那证明他在 在规划委托的时候 没有去详细评状况嘛 随便寫个报告给你嘛 你们没有去审核啊 所以一改修改完成以后 塞车差达零顶去两公里 我们都不能过马路 现在改回来就不会塞车啦 是 所以证明规划案错误嘛 所以我都应该划款才对啊 这是103的部分 当初顾问公司透过电脑程式分析出来的 我们用这种 那分析错误啊 对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 要追究责任啊 对 前附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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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位附了没有 已经执行了 还没完成怎么执行呢 他规划案建议出来 规划案建议的钱我们已经拨付了 那只是执行之后是今年才执行 因为配合中立公共产 刚好到路退休 那国家执行就潜行走啦 那他的报告车户呢 那个副市长啊 你把他做一个工作采访 原来不会塞车的路段 他改回会塞车 现在这个不可行以后 恢复原来的路口 夾开百多万人去委员 这什么村 我看见百多万没效 我想这样子 这部份我们再按照原来厂商的有 我说7月我们再来做检讨 按照7月来处理 可以叫他来追厂啊 是 没关系我们到7月来走 不是已经解救啦 责任问题啦 是是是是 他分析完全错误嘛 好 没关系我们按照7月来走 如果有计算错 改成一个路口 如果有可归这位厂商的 我们马上处理 一定归这厂商的啊 再改回来就不会塞车了啊 了解了解 好的 你把我处理结果给我做个报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针对38月预算 还有没有问题 黄婉如议员 那个请问哦 现在在省交通工程课 对不对 交通运输规划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目前 目前还不是 还不是 嗯 是交工的部分 目前啦 真的奇奇怪怪的排面一堆啊 真的 那个科长 之前的这个科长是谁 他是新面孔 对 那个熊科长 在那个借寿路 523巷那边 就是福林路出来的那地方 那个排面真的我越想越火大 花了我多少时间 会看了三次 就是不去处理 结果怎么样 结果被媒体发现了 上了新闻第二天马上拿掉 诶 真的以后预算数是都要叫记者来审 什么 福林路右转 请执行 你知道523巷 一天到晚出车祸 车祸出了脚都断了 然后另行路出来 也是一天到晚车祸 诶 你叫人家福林路右转执行 这是哪一国的规定啊 可以不用看红绿灯是不是 局长啊 说实在 我跟你講 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很火大 日日夜夜去那边 去算秒差 去研究 结果没想到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上去批评一下 第二天马上就给我改了 是不是 以后是不是要加记者来审议算 我想这个是我们错误跟不对的地方 我们会改进 谢谢你 局长啊 这句话就能够把预算通过吗 我们尊重议会 谢谢 这句话就能够把预算通过吗 我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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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不明理的人 对不对 车祸人家断掉 脚都砍掉了 这一点你还在坚持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在坚持什么 在坚持什么 我想个案部分 你想也知道嘛 对不对 你叫福林路的人出来右转 请执行 有巷子 还有红绿灯 一个红绿灯 一组红绿灯 还有一个巷子523巷出来 白痴是不是 你们是读书 教授教你们这样写的 教你们这样做的 是不是 老师教你们这样写的 现场再来了解一下 我想该改善我们改善 局长啊 那个啊 我已经花了多少时间去看 结果媒体一登 OK 第二天马上改了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们的专业在哪里 真的 你们也不知道 あります 每个月的专业在哪里 你都知道 我想该改善我们该进 就是 大家可能都算 咋多创 那边也是默 大家可能改善 每个月的妈 再有底端 再一个吗 好 钝对38页预算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 沒有 過 39頁有沒有問題 好請謝章文議員 好謝謝主席 那主席針對那個設備及投資 第一項 有關於公共建設及設施費用 有關於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還有這個耗製還有交控設備 那個就是維護這個工程的這個費用 那那個局長 我想這個在105年度 也就是我總質詢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聽得很清楚 就是內政部營建署針對我們人行道部分 就是人行道和道路養護工程 那還有我們交通工程的這個部分 特別是我們交通工程的這個部分 他點出了為什麼我們在交通工程 那評比裡面呢 就是在六都裡面敬培莫座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標誌標線還有這個交通號制 那麼以及行人還有自行車 自行車道設置的這個部分呢 他們提出了很多這個缺失的這個糾正 那我想有關於這個兩億五千萬 我個人認為在這邊我認為 我們就是很多這個預算的這個執行 是辦公室裡面做計畫跟實際上呢 並沒有做密切的這個配合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有很多這個機車的這個停等區 有的畫設的這個部分呢 就在馬路的這個中間 像那個今天有民眾這個投書 在這個磁溫路跟這個 村日路的這個磁溫路跟村日路 這個交叉口的這個部分 都設置不當 那會造成機車歧視 生命安全的這個疑慮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有很多的這個機車 兩階段的這個左右轉的這個停等區 那你畫設的這個位置呢 有什麼呢 電線桿主力在中間 好這個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有很多的這個停等區呢 它的這個寬度呢 路幅的這個寬度不夠啊 所以機車呢 它在做這個停等的時候 事實上就在快車道上面啊 我們在議會裡面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針對這些相關的這個措施 包括標線設置不當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要求我們的這個交通局 要做這個改善 可是到現在為止呢 你不但沒改善 而且呢狀況百出 所以呢 那個主席啊 針對這筆預算 兩億五千萬的這個預算 我個人主張刪除五千萬 針對謝章文議員 那預算都亂用 你不能為了畫格子而畫格子 對不對 那你不能為了畫停等區而畫停等區 有很多的這個停車格的部分 也是設置不當啊 是不是 因為 基本上啊 那你有的停車格 根本就畫在店家的這個 畫在人家店家的這個門口 我想啊 人家那個出入對不對 車子都沒有辦法出發 他也許有處理的不好 所以你問 不是不是 因為有個案可能處理不好 這有可能 但是呢這筆錢呢 預算是必要性的 因為它是整個市的 標誌標線的 耗字的處理 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有可能處理的不好 這是技術性問題 我們可以改善 好謝謝 我們針對謝章文議員提議 兩千五百萬 兩億五千萬 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耗字 及交控設備喔 新設維護工程 主張刪除五千萬 有沒有呼應 有沒有反對 對 好 那個 劉仁趙議員 謝謝主席 那首先 我覺得說 應該是我們局長可能要跟我們議員 溝通一下 因為這個兩億五千萬應該是 全市的 對不對 全市的 譬如說我們議員有時候認為民眾要求 真是紅綠燈 都是從這邊賺錢出來的 紅綠燈的設置也是 全部在這邊出 對 包括日常性的維護 台風壞掉也是在那邊修 那我覺得 我是拜託各位議員幫忙一下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榮有一幾處路口沒有處就好 這個我們來改善 這是技術性的問題 那這筆預算是必要的 對啊 局長那是不是可以 懇請各位議員支持 先提供一下過去的一些資料 我覺得這個資料 你提供過去幾年 我設了幾支紅綠燈 然後我到底畫了多少標誌標線 這些資料 讓議員知道一下 那我們所有在座議員知道 我們這個錢到底花在哪裡 那我覺得說 也許就像局長講的 有些可能 你們做好我們來改善 對 不好的不是你們來改善 然後跟議員來溝通來說明 好的 這個部分 所以本席在這邊建議 我們是否先擱置 準備好資料 跟我們所有議員說明 然後這樣子 然後來徵求我們所有議員的支持 這樣好不好 所以本席在這邊動議擱置 謝謝主持 劉仁趙議員 劉仁趙議員 主張擱置兩億五千萬 劉仁趙議員 劉仁趙議員 要你們這些給你們那麼多的經費預算 你們要怎麼用 你們根本用不完 現在已經當這個預算是到十月份為止 因為 對不對 對 你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執行 不是 是不是 他是開口契約的概念 因此是透過通報單去開 廠商要完成進行驗收合格才能請 我們才付錢 所以到年底的話 這個案子 這筆項目 通常說執行率都非常高的 怎麼會高 因為廠商要做完要驗收 我還不能付款 會看的時候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能夠做 拿了一個什麼新產品 多好 多好 那是另外一個項目 那是高性能部分 然後再講說 好那什麼時候做 明年三月份 你幫我當什麼 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 這一項目 兩億五千萬部分 做很多的交通工程 就很多的民意代表都希望能夠做 這個你如果刪的話 以後很多東西 我們真的是很辛苦的 不是啊 你們根本沒辦法執行 不是 執行率很高的 我跟妳講 什麼執行率高 我們去會刊的時候 就在叫沒有經費了 錢已經都用光了 我們的網利 這筆兩億五 每年的執行率都超過九成 開口合約 我跟你講 開口合約 廠商更是搶先去核銷 對不對 哪一家廠商沒有錢 我們一直是驗收合格 我們才付款 所以它會比較慢一點 怎麼樣也十月份 通常這個項目 我們到年底出賬數 通常是很好的 是不是 這是十月份的那個 十月份的那個 我算的是十月份的那個 執行的狀況 對不對 對 那它目前還沒核銷 不是做事情是做的 但是 還沒經過驗收手續 我錢還不能付 這看起來執行率就不高 你年初 好年中 中間的中 以前的 你最起碼 你也應該 合上一半吧 也應該執行一半吧 四三應該有 只有百分之三十八點多 這跟一座報告一下 標誌標縣耗資的部分 其實在今年的執行狀況都非常好 大概都在九成以上 九成以上 可是 我告訴你啦 你們喔 真的不要分析鬼啦 也不要獻我們民意代表 你不義 你們要替廠商做廣告 你們要做 你們要替廠商行銷 也不要在我們 在民眾面前給我們落鬼 這個多好 這有多棒 多怎麼樣 多怎麼樣 然後講到最後 明年三月再做 沒有經費 這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東西好 但是沒有經費 也沒辦法做 再講要到明年三月 為什麼要到明年三月 因為運算過去了 要經過法定程序 要過了一個月 一個月然後 我們要公開招標 要到明年三月 這是什麼意思 我實在看不懂 好 謝謝喔 女主任議員 女主任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局長 我想交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啦 那我想 剛才這麼多議員 跟你講以重心長 那也希望你們好好的做 那兩億五千萬 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本席也覺得 有時候要你們做事情 你們都會告訴我們 沒有經費 沒有預算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編了 兩億五千萬 我想 整個交通問題 是很重要的 那本席在這邊是 希望是 擱置好了 好不好 那張文 張文議員 他先議員 也覺得說 他講的 可以他先撤回 我覺得 你沒撤回喔 好啦 那我建議 好 本席建議 先擱置 然後你要告訴所有的議員 你兩億五千萬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好的 然後如果我們刪你的錢 你做不好也不好 所以像黃議員講的 你五二三項那個地方 車禍這麼多 對不對 車禍非常非常的多 那他跟你們建議 你們就要做了 不要說人家媒體揭露 你們再去做 所以有很多地方 你們都真的要檢討 好不好 那不要說議員 每次跟你們 反應 然後你們結果都不做 然後等一下到議事堂上 人家罵你們 你們再做 這樣我覺得也不好 好不好 那本席建議說 先擱置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 處理擱置案 林政鋒議員 擱置要我妹意見了 請教機長 這個裡面包括 發停車格的經費吧 停車格啊 停車格不在裡面 他是屬於一般標誌 停車格是在 那個停管科裡面 他有個項目去做這個 停管科裡面 是是 基金啊 那個停管基金裡面去審的 基金發停車格 對 還有停車格嘛 路邊停車格在匯製的時候 是在停管基金裡面去支這個項目 不是在公共預算裡面 那我請教你 停車格畫設 他的安全距離 跟路邊線要距離多少 基本上齁 我們是按照 車流量的單向或雙向和路寬 去決定 是單邊畫 停車格或者雙邊畫 通常是這樣分的 比如說八米十二米 這個線 就是基最基本的 我畫停車格 跟路邊的邊連線 要離多遠 路邊停車 他的基車 最外線的 那條白線 要離你的停車格 要離多遠 這個是我們有個設置規則 我記得是八十公分 你先告知針出來 違規開車門 機車碰撞時間 有好幾萬件 是幾千人 你違停車格 停車格的停車線 跟路邊連線 不到二十公分不到三十公分 這樣可以畫嗎 這樣搶錢 可以省到 我想這部分 如果有不符合設置規則 我們來檢討 重新要有調查 他一定有距離 邊線大陸的距離 交通部有定班設置規則 我們重新按照設置規則 我們重新逐項來檢討 好 部落格先不可以撤掉 好 謝謝 我們現在來處理擱置案 那個兩億五千萬 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 及交控設備 新設維護工程 主張擱置有沒有覆義 覆義 沒有其他意見 割置 39億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請李光達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說 謝謝議員的支持 雖然已經割置了 我還是要提醒 我們剛剛 謝議員的 還有王議員的意見 非常的寶貴 我想 我們後面有一個 三十萬的一個專家 交委 還有一個交評委員 有一些為什麼 執行率偏低 會受到質疑 太相信交委 交通這些委員 所謂的專家 這些會造成爭議 你們要仰賴專家的 通常就是 交通的一個事故點 你知不知道 局長 是 請舉例不足的話 我還要點出一個問題 我們中路重劃區 還是危機重重 剛剛黃議員問你 在福林街口 這個 設計不當 或者不作為 將來怎麼去改善 彌補 我想 在造福後人 就是說把交通 規劃好 不要再重複的漢市來發生 好的 本習特別提到 這個中路重劃區 你們都認為說 因為交通流量 房子還沒有完全新建好 因為以流量 這個因素 來導致不作為 本習相當反對 所以說我想 執行力要來提高 首先 在我們人口密度非常高 車流非常大的一個中路重劃區 是不是請這些 所謂的交委 這些委員 交平的委員 做一個徹底的考察 是不是哪裡要增設一些號制 或者標線 來提醒我們的用戶 來維護我們市民的生命安全 這樣可不可以 好 交平交委 我想我們會慎重 費重來處理 我想兩億五千萬 可以照顧到很多生命 還有財產的安全 拜託 好 好 李柏房議員 局長 您在那個 最後一項 道路增設高性能的交通設施 我想提升道路的安全技術 是我們交通局的責任 你這三百萬是做哪些東西呢 是三千萬 三千萬 是 他是各種新型的 高科技的一些設施 比如說 這個 自發光的LED的這種標誌排面 或者是 視覺看起來是立體的行穿線 或者是 彩色的鋪面 像這個自行車道 或者是人行道 或者是學校周邊的那個 那個 穿越道 行人用的 都是用高科技的來做 效果在 今年執行是蠻好的 民眾的評價是很好 那我要請你去檢視一個問題 所有的道路在晚上的一個停止線的部分 事實上晚上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包括夜間能夠 反觀比較好的 像那個反觀度比較高的 過濾柱含量比較大的 都是屬於高科技的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只要 所有的停止線 因為我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停止線 您可以晚上我們注意一下 你開車只要在紅綠燈的位置 你停止線 你停在那停止線 事實上我們是看不到停止線在哪裡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 我想我們一般都忽略 以為說我們設置了紅綠燈 所以呢 就大概我們是根據紅綠燈來停止 來做車輛停止 但是 假設是在有一般有畫設停止線的位置 假設沒有紅綠燈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停止線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想 在夜間停止線的繪製 它必須要具有所謂的夜視的功能這一塊 可能必須要重新再檢討 好 我們這個停止線部分 我們看看 是不是透過高訪官的部分 我們看怎麼樣來處理 尤其是交通線大的地方 危險路段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喔 那 39月還有沒有 如果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5點了 如果 如果不能 好 林政鋒議員 有關那個 松立志強都沒有停車廠的興建 我沒有意見 我希望你給我 他的興建面積 請這位幾個 蓋起承承的資料給我 好不好 好 OK 好 那請交通局再補充資料給各議員 好的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到5點了 那 39月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39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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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